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我们是把这部戏当成一部全新的剧来拍的 不想把自己有一个束缚成一个翻拍剧 那么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感性 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束缚 我也差不多这样想吧 就也不要说什么翻不翻拍的 反正都是剧嘛 对啊 拍出来就是一部剧 那就不用去做什么比较了 因为也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这个它旧版的已经很久了 所以应该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态度来看吧 我想 我觉得既然是经典的话 就一定是经典的话 它翻拍肯定有它的价值 但是每一次拍摄肯定是很全新的 是不一样的 既然是有翻拍的这个例子在里面 那肯定是这个剧前提来说 是一个很优秀的 有优秀的体裁 很优秀的剧本 所以我们再加上我们新的那个演员的演绎的话 我希望现在的观众一定会再一次喜欢我们的心意姐妹 谢谢 我没有什么信不信心的 反正就拍完就算了 其他交给观众来决定 基本上 对啊 我们就进 我的意思是说拍摄的时候 我们尽力去做它 你觉得问心无愧 剩下的就交给观众来评价 对我们就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基本上 你不知道这部剧演员和当天相比 究竟有 这份的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讲 他的这个表演很深入人心 没有哎 没有哎 觉得有挑战吧 你有什么摆不摆脱的 摆不摆脱 不是我自己讲的 是观众讲 我没有办法评价我自己 那主要就是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难度吧 因为 三十岁以前可以演到一个 有跨度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 应该是 对我来讲是 这个戏我会一直摆在心上的 对我来讲是有 有一个分量在里面的 我觉得还是 有一些挑战性在里面的 嗯